话落 李怀安边要走 萧依依赶紧从被子里钻出来 死皮拉脸地抱住她的腰 啊 四爷你别走 依依 我克制不住 我也没有你克制 话已说出来 萧依依才意识到自己说了多么不要脸的话 反正 我就是不要你走 我们就盖着被子纯睡觉 我又不得了 对你做什么 挪过去一点 李怀安掀开被子躺进去 他立刻就滚到他的臂弯里 萧依依往上蹭了蹭 别怕啊 虽然我对你有想法 但暂时呢 还是不会下手的 最近对你的管教是不是太怂了 不错了 爸爸 说什么 温 月色真好 第二天一早 萧依依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他慢吞吞地走进浴室里洗漱 伸手去拿漱口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把洗手台的一个脚给劈掉了 他吓得立马缩回了手 正正地看着 难不成 体内真的有一股洪荒之力 某国 一众手下站在办公室里 大气都不敢出 萧侵兰的手指 一下下地在桌面上敲击着 速度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烦躁 底下一众标形大汉 冷汉就出来了 这位主虽然武力值不高 但是整人的手段纳克着层出不穷的 就他那一套黑客技术 分分钟就能整的人哭都哭不出来 说吧 为什么我妹妹去了萧家 没人报备给我 二少 我们盼着人日夜守在萧家和老宅处 没看见萧家进去过呀 笔记本调转 屏幕上定格着一个女人 站在萧家铁门外的身影 这 当时小姐戴了帽子 没看清 我要的不是借口 明白吗 从今天起 派人给我保护小姐 寸步不离 二少 那可是墨锦园啊 墨锦园怎么了 能吃了你 不能 只会比吃了更可怕 住在里面的一丰和伯木 还有寒恋 那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要是被发现他们的人在墨锦园之外坚实 绝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打残了 四爷呢 慧夫人 四爷在白雪园 萧义耿在喉咙孔的那块咸蛋黄终于躲下去了 他去白雪园做什么 喂宠物 神他妈的宠物吧 白雪园这个名字 听着是很有诗意的 可是谁能想得到 里面养的那都是一些凶神恶煞的危险生物啊 萧义曾经偷溜过去一次 从水面上吹过来一阵冷风 积得他凉水打颤 那水里面养了鳄鱼和食人鱼呢 醒了 哦 醒了 没看见四爷 就出来找您 听到陆家主的轻笑声 对于这个陆家主 经常出现在墨锦园的事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四爷 吃早饭了吗 没有 四爷 吃水果吗 我喂你啊 说吧 想要什么 四爷 您老是这么单刀直入的 是不是不太好啊 总得让我铺垫一下吧 他这讨好的招还没使出来呢 不需要 又笑 笑意朝着陆亭秋那边瞪过去 装模作样的将茶墨给吹开 说吧 李怀安开口的同时 李怀安开口的同时 已经将他摟到了怀里 把他放在腿上 其实 也没什么大事 下星期是我爷爷八十岁生日 我想回一趟肖家老宅 给他老人家助寿 今天下午 要是四爷允许的话 我想去买礼物 可以 用几个逻辑心机 推理爱情 最难解答 并回 醒了 哦 醒了 没看见四爷 就出来找您 听到陆家主的轻笑声 对于这个陆家主 经常出现在墨锦园的事 他早就见怪不怪了 四爷 吃早饭了吗 没有 四爷 吃水果吗 我喂你啊 说吧 想要什么 四爷 你老是这么单刀直入的 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总得让我铺垫一下吧 他这讨好的招 还没使出来呢 不需要 又笑 笑意朝着陆亭秋那边 瞪过去 装模作样的 将茶墨给吹开 说吧 立淮安开口的同时 已经将他摟到了怀里 把他放在腿上 其实 也没什么大事 下星期是我爷爷八十岁生日 我想回一趟肖家老宅 给他老人家祝寿 今天下午 要是四爷允许的话 我想去买礼物 可以 四哥 你也算是一盏雄风了 我早就劝过你 宠着他没事 但也别宠得太过了 你看看他以前的混蛋样 天都能给你捅破了 就没一天赏心的呀 小义心中暗骂 你才是混蛋样的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用了什么法子 才把这个丫头 给治得服服帖帖的 但好在是听话了 哎 你是不是知道啊 我们那几个发小私底下 都在为你可惜呢 这你明明值得更好的女人 却偏偏栽在这丫头手上 平白地让他糟蹋 糟蹋 你以后可得好好管这些啊 这再不管 这孩子就废了 废了 他觉得牙齿都有些痒了 哎呀 话说这宠爱嘛 也是要适度的 啊 这家伙都当面羞辱了 小义一忍再忍 忍无可忍 蹭了一下 从丽怀安腿上跳起来 陆亭秋的手 还没有伸到果盘里 小义连着拖盘 一块都给掀翻了 他抬起一只脚 踩在矮机上 目光利刃一般地 朝着懵逼的陆亭秋社去 陆家主 您这一天天的事 没事干了是不是 天天地往我们墨景园里面跑 嫌得蛋疼了是不 我跟四爷刚刚结婚 如胶似气甜甜蜜蜜的 你跑来这里说这些 你个人谁呢你 你家里和公司里 是不是都没事了 啊 老围着我们四爷传干什么呀 前几天还有人 穿四爷喜欢男人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 陆亭秋的表情 简直就像见鬼了似的 这丫头 混蛋是混蛋了点 但是在他和丽怀安面前 绝对不敢打人的 这怎么突然间就动手了呢 还有那些话说的 这是人该说的话吗 卧槽 小混蛋 你这是吃炸药了吧 话还没说完呢 小逸顶着一张 凶巴巴的脸走了过来 跟一头被查克拉催动的 失去理智的怪物一样 一脚踹翻了他的椅子 陆亭秋盲目自信了 以为一个小孩的脚力 没有多厉害 可他居然控制不住地 往前跌去 一封手机眼快地将他扶住 陆家主 你没事吧 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 那哪是一只脚踢出来的力道 那是扔了百来斤的千球 砸他背上了吧 小逸 我是招你还是惹你了 你招我了 你还惹我了 我就是想揍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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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